超多層次感的 我要瘋掉 超好吃的 我真的沒有看錯 我們現在要去這個哥丁里納斯塔 牛豬湯 這個是麵包雞湯 現在裡面的蘑菇很香吧 立陶宛的特色 這個是粉紅湯 然後它是冷湯 它是牛肉的冷湯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然後這個部分 的話 還剩下了 就在久點那個 就在這裡 就在下一個怪獸 就在下一個怪獸 有很特別的 然後這就在下一個怪獸 不 indict 他在下一個怪獸 他不錯的阿老 這真的可以再出去 這教堂有點像巨人國的教堂 而且看到的雕像都非常的大 我們現在要去這個戈基尼納斯塔 佇立在山丘之上非常的美麗 鄰近在剛剛那個荒唐跟公園 這路超好難走的 現在在他的腳步 現在要繞一大圈 找到他的尾巴 好滑喔好美喔 後面有一道河流 叫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們找到路口了 在河流跟這個版社的建築物之間 他沿路都是這種圓圓的石頭 這邊的景色還不錯 我們還在山腰之間 人差不多的 今天是禮拜六 那這邊還有纜車 從下面到下面 不喜歡走太多路的朋友 可以搭纜車上去 這邊的景色真的是梅花 所以可以眺望整個VM的超美的 我們來吃下去了 對 謝謝 我們到了 現在下面是一個 平台 有點像公園 登頂上面都有販賣機 大家都喜歡吃東西 吃完 周圍的人 都喜歡坐在這個平台的邊緣 然後享受下面 有一些臨場感這樣 很舒服 這邊進入參觀要我們票費 對 4月到9月是8欧 然後10月到3月是6欧元 我們來到塔的另外一面 他這邊的美景更美 因為他這邊是拍 他這邊的風景是看古書 可以看到粉紅色的教堂 還有一些巨大的教堂 更美 我們今天逛累了 接下來要二房 這間我們要再吃一次 這間真的太好吃了 他的拿鐵一定要有附他的起司 顆粒的起司蛋糕 他還有捏一點美果在裡面 看新國的起司蛋糕 好香喔 我們在遠處都能聞到他們在上班的起司 還有一杯酒 那我們進來外面下報 算是幸運吧 好 他的起司味好甜 起司味很濃 但是他不是那種 因為有時候他會很扎 他是很軟的起司 有點像Cream Cheese的那種感覺 你看他的起司味很甜 很香 不怪是百年老店的起司蛋糕 他還有這個開心果 因為我很喜歡開心果 火香 話可說 無限可知 無限可知 好吃 然後再來試試看 巧克力 就一定跟起司 加在一起 還有美果 是什麼樣的味道呢 超多層次感的耶 我要瘋掉 超好吃的 我真的沒有看錯 因為這個蛋糕 一邊濕潤的布朗 所以你吃的時候不會整個紅太乾 超好吃的 而且很少 然後再搭配那個我們的起司 他就是捏了起司的巧克力醬 超好吃的耶 就是因為網上搭了一個層次 濃度更濃低 然後最後再配上這一層的 美果的起司 然後美果的香味 整個跑出來 又把巧克力原本有的味道衝掉 那個三個就是搭配在一起的層次感 你不甜的吃 根本就不會 超級好吃的耶 超級好吃的耶 一百分 你燙到 超燙的 二反後的評價如何 他好優秀 真的是要很重 我可以願意為了他每天都來 他這個起司真的太優秀 他把所有的見點都念進起司裡面 因為他的起司都不會很詳細 現在晚上八點鐘 我們要來吃晚餐囉 對 這個街上還是很熱鬧 都是人 觀光聖地 我們要去吃立陶宛傳統的餐廳 他這邊是一種平價美食 然後店員剛剛說我們可以選自己想做的位置 這兩個都是立陶宛的特色湯 然後這個是他的主菜 看起來像水晶餃 但應該是用馬鈴煮做的 主菜應該是7公斤左右 先點飲料 他有一些沒探口的飲料 然後他說要拿過飲料 主菜應該是用麵包做的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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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算滿好吃的 他剛剛說是麵包做的類似酸的飲料 好可愛喔 他的酸感真的很重 但他後面又要給你一個正在喝茶的感覺 因為像是麥茶的味道 這麼特別 這是蠻特別的飲料 對 麥茶然後是橙山的 對我喝的就是crimeberry 他喝起來有點像酸粉圓的口感 臭臭的 而且他媽媽的酸味湯的味道 我覺得他滿好冷的 不見到 立陶宛的特色 他這個是粉紅湯 然後它是冷湯 它是牛肉的 你就喝一次就好 等一下我們薯條沾著白色的醬 所以他們很喜歡把湯變成酸的 對 很多東西都酸酸的 好像只有我覺得 有點無法接受 哈哈 好喝嗎 因為他其實配馬鈴薯蠻好吃的 真的好吃 酸酸的 餅醋味 還有其他東西會把 整個酸的味道 還有湯的 蘑菇湯 這是麵包體的湯 應該裡面的蘑菇很喜歡 它的蘑菇是炸水的 它好像加了酸酸的一個特殊的調味 我確定是不是這個 這個麵包本身的酸酸的味道 它是不是好喝的 另外一個傳統菜 馬鈴薯 有點像水晶餃的外皮 很酸 醬 它好軟喔 三百八百的肉 很像加湯 它滿像水餃 那它的 它的皮 我覺得厲害 可是 它沒有那個分性 滿像吃下去 就是直接融化的感覺 我們的主菜 首作的水餃 不知道立陶宛的水餃 跟台灣的水餃 有什麼樣的差別 加酸奶油的沾醬 喔 好吃 它都是台灣的水餃 比起來 肉皮比較偏乾一點 然後上面是 有點油蔥乳肉的香味 裡面的豬肉 沒有很多水 因為它是用 比較有嚼勁的豬腳肉 裡面有滿滿的胡椒 它加酸奶油 那個味道跟不一樣 整個肉的油香 好像被它換到另外一個層次 讓豬肉的鮮味更鹹 很厲害 今天吃得到 二十七公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 香蕉牛奶 這個是只有立陶宛才看到的 我們真的在拉多威亞 跟艾莎莉亞都沒有敲 這個牌子叫做喵 來看看喵喵牌 它跟韓國的香蕉牛奶很像 白五個香蕉牛奶 三千歐爾 抽屁 而且我要跟韓國的香蕉牛奶 超級好 超級好 天堂 我超愛喝香蕉牛奶 我超級好 超級好 天堂 吃 嘗 吃 吃 吃